国庆节假期 有网友看到 在甘肃敦煌亚丹国家地质公园 为了防止游客进入景区内的著名景点拍照 也为了保护亚丹地貌和游客安全 景区内的标志性景观 就违背布下了密密麻麻的刺猬证 虽然刺猬证看起来有些吓人 但是并不伤人 据悉刺猬证开源就有了 并不伤人 是最近才修建的 近日江苏蓝通疑市民王先生 报警称自己被骗了两万元 王先生表示 自己在婚恋交友网站 认识了一位一亿单身美女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后 女方要求管钱 见王先生没有动静 女方便说王先生小气 还主动转了一万元给王先生 王先生健壮不但没有收钱 还转了两万元给女方 但是没想到 这两万元转过去后 对方没动静了 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对方是一个诈骗团伙并抓获 金审讯团伙9名成员 对多名男性实施诈骗 试案金额30多万元 目前这个团伙中6人被刑制拘留 10月5日金凯瑞主演了喜剧电视剧Kidding 拍摄团众里的一位小哥分享了这段视频 上面是已经到底的拍摄现场 下面是已经到底最终呈现的效果 我们一起来看看 10月5日福建泉州 一辆轿车行驶至繁荣路路段时突然停下 驾驶四类一男子和附加上一女子互换了座位 交警在询问中 闻到男子身上有酒气 便要求男子接受酒精呼吸检查 该男子不配合检查 还说车是妻子开的 但车里的孩子不是这么说的 经过酒精检测 男子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最终该男子被处于占后驾驶证6个月 罚款1000元的处罚 网传有家长开跑车接孩子上学 老师和其他家长认为这样会引起孩子们 攀比的心理 不利于教育 开跑车的家长对此事进行了回复 随后被移出群聊 祝君到了中午的提升洗脑环节 一忙起来就想不到来吃饭 一忙起来就想不到来吃饭 昨天看快报的时候吃了一个半月饼 之后就开始忙 到今天看快报的时候才偷出时间吃掉剩下的半个 看来月饼应该不是很好吃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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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